《民進黨大獲全勝 政黨輪定》 我上次來的時候 其實是民進黨大獲全勝 政黨輪定 參議院總統當選總統之後 沒想到事隔幾年 今天其實我來到這裡的時機非常不對 因為民進黨的初選竟然還沒結束 我之所以來加州 是因為在舊金山的僑伍會員 也是玉林這一屆的同事 林漢文他跟我說 他今年出去會開僑伍委員會 我跟他見面討論美西的狀況 他說因為一一二四 國民黨的大獲全勝 所以四月五月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派出了非常多的人 到美西來跟僑界見面 當然最大宗的是韓國與北 據說他有幾非常大的轟動 所以他說 今年又是台灣關係大四十五年 希望我能夠轉有機會來 那我就很投機 我就跟他討論出事後來 他不是都看我時間 我就選擇了五月初 因為我以為四月十七號 民進黨的初選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我本來想逃避民進黨初選的 那個紛爭跟那個難題 沒有想到結果民進黨的初選以後 而且延到現在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要進行初選 但是不管怎樣 我等一下會勇敢的開放 讓大家問問題 希望各位能夠問到寶 我能夠盡量答覆 我就答覆 我自己目前的工作是非常專業的 媒體工作者 其實我有電台節目 那每天早上八點到九點 在台北之音電台台聯播網 在我禮拜五出來的時候 那天早上剛好賴清德 來接受我的電台訪問 那小英總統其實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接受我的電台訪問 那這一波為了初選 蔡英文總統 他說他接受過我的電台訪問 因此他去接受的是 綠色和平電台的中點框的訪問 是上上個禮拜 那賴清德 他本來不接受訪問的 後來是因為 他的那本書的作者 行動帶來希望的那本書的作者 跟他說 最好還是多一些跟主流媒體的接觸 那賴清德 禮拜五來接受我的訪問之後 我唯一的感想是 不要再勸他太賴配了 他不會接受 第二 不要叫他退選了 他不會退選 第三 不要再精神折磨他了 因為他的扛壓性很高 那這是我去跟小英身邊的人 所做的結論 因為我跟他是在 發言間裡一個小時來做了專訪 但是蔡英文總統呢 他大力我要來接受 我的電視台的節目訪問 那他應該是在初選之前 會來接受 那我現在正在跟他討論的是 時間的安排 以及如何進行 因為蔡英文總統對訪問 他本人其實是比較謹慎小心的 因此在短期之內 如果大家關心蔡英文總統的選舉 初選的造勢的話 那應該他也會出現在我的辣新聞上 我來到美國才發現 我的辣新聞的點閱那麼高 跟各位都有很大的關係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那這個節目是3月18號才開播 在我們決定開播的時候 民進黨還沒有出選的 競爭挑戰的現象 那蔡英文總統就當你來接受我的訪問了 因此這個訪問就因為他出國而延後 因為初選而延後 當然為了公平請見 我也有跟賴清的院長說 希望他在蔡英文總統來接受我的訪問之後 也來接受我的訪問 那今天我的題目其實是臺灣關係法40週年 臺灣的過去現在未來 那我不是臺灣關係法的研究者 可是很不小心的是 我的新聞生涯其實就涵蓋了臺灣關係法 因為臺美斷交的那一天晚上跟第二天早上 我是線上的外交記者 當時我在廣播電台工作 在中廣公司工作 因此臺美斷交之後 美國的國務卿 助理國務卿克里蘇多福 到臺灣去帶一個代表團群跟臺灣談判 當時的外交部的次長前副去接待 然後在現場抗議 然後很多的人丟雞蛋 其實那一天我是在現場採訪的 所以臺灣跟美國的關交到最後 發展出一個維繫美國實質關係 到現在都非常重要的國內港臺灣關係法 那一段時間是我採訪的過程 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駐美代表處非常多的人 他們很努力 他們在臺灣的國家安全 跟對美外交上面貢獻很多 這些人有一部分 當然是國民黨的執政時期 他們包括現在的李大維 李大維是臺灣關係法研究專家 他寫的本書 是臺灣關係法怎麼成立的 臺灣關係法是我們當時的駐美代表 這些國會小組 跟政治組 跟美國的參眾議員 友善臺灣的人士 是大家所創新創造出來的一個美國的國內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法案 它維繫了我們跟美國近似 這個實質關係的邦交 也讓臺灣可以不治在台美關係斷交之後呢 進入危機狀態 那這些人其實包括了 袁建生 他是馬英九時代的國安會議書長 也包括了駐日本代表 像馮濟凱 還有申立委員 他也是我們駐WTO的大使 包括了好多都是 當時當然包括前夫啊 包括楊錫敦 在臺灣關係法四十年來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 從來沒有修正過 因為友善臺灣的人 想把它修正成為實質 具體外交關係 可是不友善臺灣的人想把它downgrade 想把它修成是一個沒有具體 這個約束能力的一個法案 但是美國政府經受了一個 這個國內法land of law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精神 讓臺灣關係法能夠成為 美臺關係的支撐 那我們政府一直非常希望 用臺灣關係法的原則 去發展跟日本的關係 跟自己比方在日本正義的 臺灣類似的關係法 但是都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事實上在全世界 我們的非幫寮國家裡面 跟我們關係最好的 還是美國國會 所通過的這個法案 而美國國會到目前為止 早四十年來的今天 在AIT在臺灣舉行了 臺灣關係法四十週年的座談 跟討論我們發現其實臺美關係 大概今年是最高峰吧 我們關係是最好的狀態 那這個最好的狀態 包括了領簽 包括了臺灣旅行法 包括了我們這個 相互的貿易 當然也包括了軍事的合作 其實我自己是很感慨啊 因為我們拿著馬民國護照 以前來到臺灣的時候 是Multiple的簽證 或是學生簽證 那這一次 在我們免簽之後 就用電子簽證嘛 對不對 那我這一次來 那個海關是說 你靜觀的說 可以用 有電子簽證的人 就可以先在 這個電子簽證的那個 這個機器上面 先把自己的相關的資訊 先把它這個download下來 然後自己自己照相 自己按字印啊 然後就等於海關的前奏作業 就做出來了 那我就去試做了這個 那這個好像上一次 我來的時候還不是這樣 這一次進海關是這樣 那有電子簽證的 就是中華美國的護照 然後臺灣的護照 然後我就把它download下來 全部都做成了 所以我出關其實很順利 但是因為出關很長 我排了兩個鐘頭 我覺得美國官員 命好好 如果在臺灣排兩個鐘頭 一定會被爆料公司爆發 然後移民署就會被 就會被抵犯 然後就會被換掉 那所以臺灣在這個移民局的官員 真的比這個 美國的移民署 要這個好困難得多 那臺美關係在這40年當中 他總共有好幾個總統 1979年的臺美關係 臺灣關係法 當然是蔣經國總統 那蔣經國總統的後期 我跑他新聞 那到88年他過世 那在他後期的時候 臺灣的政治人物裡面 最重要的當然是 李登輝副總統 所以在蔣經國過世之前 我跑的外交新聞跟總統 政治新聞不小心就是李登輝先生 所以臺灣關係法 這40週年裡面 剛好是我的政治生涯 跑了這幾位總統 一位是你前總統 因為他在1988年當選了 這個接任的總統 接下來的就是陳水妍 這個總統的8年 馬英九的8年 跟現在蔡英文的3年多 那這幾位總統 我簡單的講一下 我對這幾位總統的看法 事實上如果大家猜一下 這幾位總統裡面 我認為哪一位最好 我也不知道大家認為哪一位最好 李登輝 陳水妍 馬英九跟蔡英文 原來是民意最高的這一位 所以我還是認為你前總統最好 我在做記者的時候 剛好1989年 世界開始 這個新的民主浪潮出現 那個時候蘇聯警察 東西得的柏林圍牆倒塌 接下來 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 然後我們兩岸之間呢 是開放彈清 所以在1988年 李登輝前總統任內的前一年 我剛好被聯合報派到北京做重要的兩岸關係的發展的基礎 所以我幾乎一個月去一次北京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直行 都是透過香港 一天大概要花一天的時間 早上出發到晚上才能到北京 然後我跑這些新聞呢 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在北京跑新聞 我寫非常多跟北京有關的報導之後 李登輝前總統都會請蘇智川主任 把我找到他的官邸去跟他交換一件 在我的新聞生涯當中 他是唯一的一個這麼認真的 搜集相關情緒的一位總統 我曾經問他說你為什麼要找我問 那你有那麼多的國安報告 你有那麼多的兩岸的情報 他說我不只找你 我也找台商 因為他說他要第一手的資料 李登總統他找我的時候都是一個人 到他家到他的書房 他會把他的對兩岸的看法告訴我 他也會把他對兩岸所寫的一些報告 直接的列給我看 那這是李登總統 李登總統的任內 他也有一個民間制度 因為李登總統是1988年上任 在他到1990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內鬥對不對 就主流跟非主流的戰爭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這個內鬥 或者是民進黨的這個權力鬥爭 其實是小細啦 李登總統自己就經歷過 他的位子差一點被幹掉的狀況 如果今天的民進黨 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的這場 這個初選戰爭 要是李登總統的話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三天就解決了 這就是他糟乾的地方 等一下你們已經很多人問我 蔡英文怎麼辦 我覺得蔡英文應該去垂山莊 要找李登總統請敲 優格主立戰爭 這個戰爭剛好是我 我當聯合晚報的採訪主任 我是親眼目睹 李登總統怎麼樣差一點 把他的總統的位子給鬥掉 這跟這一次蔡英文總統的 現任的總統位置 被他的黨內同志 用民主制度來挑戰是不一樣的喔 當時他是國民黨主席 是總統 他決定把他的下一任 就是九一年九一年的時候 總統要改選 那個時候是國民大會選總統嘛 那他決定把他的副總統人選 讓李源處來擔任 他不想要黨內的這些大佬 那黨內這些人 也就是後來我們說的非主流派 他們覺得你李登總統何德何能啊 蔡英國那個死了 你去接班就怕了 居然連副總統都不讓我們做 那所以他們認為 應該讓郝伯春做 或是應該讓李冠做 或者是應該是讓林陽港他們做 不應該選一個政治素人李源處出來 可是李登總統認為 他要做司法改革 他要做修憲 公正所以他堅持李源處 因此郝伯春啊 李冠這些人發現 李登總統想要提名李源處 而不是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發動政變式的挑戰 他們因為那時候沒有制度嘛 那個時候制度就是國民黨 就開一個中全會 然後由總統來提名 可是他們的制度也有喔 他們的制度就是中全會的代表要通過 以前中全會的代表通過 就是拍手通過 可是 郝伯春的一換這些支持者 決定用制度挑戰於登會 他們用制度挑戰於登會的方法 就是後來大家所看到的在陽明山的中山樓 因為他們運作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李前總統很厲害 就是這些所謂的反對李前總統 跟李源處搭配的這些 要挑戰他的總統位子的這些人 每天在幹什麼他都曉得 他們在總統府開會他也曉得 他們打電話傳聯他也曉得 然後他們找了哪些中全會的代表 要在陽明山的中全會上要提案要反對他都曉得 那相對之下我覺得蔡英文的國安團隊 應該全部fire掉 因為賴清德想選他們居然都不曉得 那這一點是實在很奇怪的一件事 然後我只是從歷史故事裡面去比較 為什麼我覺得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是李前總統做民進黨總統的話 那第一他不會讓賴清德登記這件事情發生 第二他不會讓總統選舉的程序 這麼的短暫這麼的粗糟這件事情發生 他一定會把自己的提名這件事情 用非常完整的 非常有溝通力的 非常有說服力的方式 非常符合民主制度的方式 把它建構起來 讓自己安全的成為下任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覺得蔡英文總統跟他的競選連任的幕僚 自己要從歷史裡面 從這件事情裡面 自己去看到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啊 我為什麼知道 李前總統對每一件事情都知道呢 因為我寫了一本書叫 《李登輝的一千天》 那本書裡面所有的經過 都做了一個非常精準的採訪 而且當時我是聯合網報的採訪主任 李前總統在被挑戰的前一天晚上 因為中全會第二天要開會 他們要透過票選的方式 透過票選喔 要把李登輝跟李元柱這一組人馬 要把他幹掉 要換上陳呂安跟林洋黨 要做陳領配 因為陳呂安很年輕 陳呂安有國大代表的支持 林洋黨是本土派 那 因此 李前總統前一天晚上就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寶新郎 我曾經問蘇智晨 我說是怎麼一回事 欸我說那個 前一天晚上我問蘇智晨 我說 嗯 到底第二天他們是要把李元柱幹掉 還是要把李總統的能夠幹掉 本來外界的新聞傳說 暗中都說 總權會是要換副總統人選 要換副總統 換副總統沒有威脅到李登輝啊 這個是非主流派他們放出來的消息 他們就用這個假的消息 來放鬆李登輝的心防 可是李登輝知道 因為他的情報告訴他 這個非主流是要幹掉 李登輝跟李元柱這一組人馬的 告訴他的人是誰呢 是鄭新雄 就是前任的主公會的主委 他已經過世了 因為鄭新雄接到了串聯的電話 第二天要關聯 所以他們緊急的夜間 緊急的找宋楚瑜 他是秘書長 來作為基礎 因此第二天 他們準備好怎麼面對中常會 中權會的起立派 也就是票選派 因為他們已經串聯好了 如果那天真的票選的話 李登輝跟李元柱這一對候選人 會被國民黨中權會的投票給做掉 就會換上成員跟李英國 李總統不屈服的 他們就連夜想要怎麼辦 結果第二天 當天就是劍拔弩張 那個時候 是一九九年 九零年呢 記得要施代演 臺灣的社會還非常保守 可是因為我好新聞 我了解國民黨要分裂 所以呢 我早上在做新聞現場指揮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們 今天國民黨早上一定會在中權會上 會有票選的這個動爭 那大家要注意 第二天大家才發現原來 非主流是要幹掉李登輝跟李文柱這一組人馬 而不是幹掉李文柱 那宋楚瑜也知道這件事 因為李前總統所有的情報都在手上 李前總統就做了一個危機處理 那叫宋楚瑜用程序問題來解決 所以宋楚瑜他早上就讓大家發言 那那些代表呢就發言 發言到最後的時候就想要投票 宋楚瑜臨時讓這個會議終止 然後他這個確保休會 因為他就 因為這個時候列車已經到了 如果那個時候 宋楚瑜撐住下來說 如果我們來那個票選的話 一定是趁李安跟李陽港這一組人馬獲勝 一定是 因為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的激 全部都在罵李文柱 全部都在罵這個雙領配 那整個的反對李文柱的勢力 是非常的強烈的 那宋楚瑜就講了一句話說 你們不要知道我們留意 你們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 你們昨天晚上在串點什麼 然後呢他就休會 休會的時候呢就讓那個 會場的那個高張的氣氛就是 這個非土流的兩位候選人的人馬 就開始就有點心虛 有點害怕 那他們就不敢表態 不敢公然表態 然後呢宋楚瑜就說 好啊 那你們要秘密投票 那我們就休會 決定秘密投票 看怎麼處理 那在休會的時候就各個緊迫啊 因為中秋會的代表 他們就去 李登輝的人馬就開始說服 那前一天被傳連出來的支持 倒李登輝的這些人 就開始怕怕了 然後就不敢那個太大聲了 所以大概休會到中午下雨的時候 重新召集會議 反李登輝的這些人 的氣勢就已經被壓下來了 也沒有要投票了 就變成起立 就是公開表態 就沒有人敢表態 那李登輝就勝了 我講這一段故事 其實很多人忘記了 政治本來就是權力的對義 政治本來就是每一天都是由挑戰者 向你競爭 那 因此 這一次 不管是國民黨的鬥爭 或者是民進黨的競爭 我覺得 那就要看 你這個 被挑戰者 或是競爭者 你有多少選舉上的策略 跟選舉上的準備 那 最重要的還是 情報要準啊 那 這一次的國民黨 也有情報不準的人啊 那個人就是很笨的韓國瑜啊 他 他以為他已經是被徵招的人了 可是 然後他就到美國來了 結果沒想到 在台北 馬英九 然後龍兵啊 這個 羅敦義這些人 其實跟郭台銘已經傳說 傳說了這個籌備好了 秘密決定 要讓郭台銘 參加國民黨 做選舉的候選人啊 還搬那個 這個預算給國民黨 那韓國瑜不是消息不靈通嗎 連我們都聽說了 馬英九一定會推自己的人啊 所以呢 那 那 韓國瑜被挑戰了 他發覺不對勁 所以他 回到台灣之後 他立刻反制了 那他有反制的能力 因為他有實力 他有民調 他有韓感 那 他利用韓粉的威脅力 跟他的民調 他翻回了他的一程 他在他的初選當中 至少 現在 他已經可以回來 跟郭台銘幣引調 否則的話 韓國瑜就變成了 這個 這個 被 逐出於這一次初選競爭了 那 所以政治人物 當你發生這個 你的權位被挑戰的時候 事實證明 你的準備夠不夠 你對於你的對手了解充不充分 然後你要打擊你的對手的時候 你有沒有充分的實力嗎 那韓國瑜他 永遠站在這個 這個 比較 高的位置上 是因為他的民調一直明顯 那 雖然他的錢不如 郭台銘多 也韓國瑜 很會操作輿論 他把郭台銘出來這件事情 講成是 權貴密室協商 因此他就把 郭台銘出來的正當性 來打掉了 然後 吳敦毅就不敢提難他 不敢把他列入初選的民戰 這個是 這個 這一次的鬥爭 那 國民黨內的鬥爭也很高啊 以前 馬英九跟連戰 在2005年 為了主席的選舉 當時其實連戰也是想選黨主席的啊 因為連戰當時 剛剛 率領他的團隊去平津演講耶 他創造了一個 這個 破冰時代 那2005年要改選黨主席 國民黨那個時候呢 的氛圍是想要 把這個驚恐的馬英九給捧出來嘛 那可是呢 連戰想選啊 那馬英九怎麼辦呢 那馬英九 就用制度 挑戰連戰 制度喔 選舉喔 那 他們的選舉是黨員投票 那他趁著有一天 因為連戰那個人不願意選舉 連戰是想王豪加神 那連戰就籌備了 所有的黨內同志 要讓他連任的那樣一個氛圍 可是呢 國民黨的那個主席 產生方法是用黨員投票 結果馬英九就趁著連戰出國的時候說 我要選選主席 然後那個 大家就問他 啊你要選主席啊 連戰不是要選嗎 他說 可以啊 請他來報名 大家一起進入初選的制度 就兩個人糾纏了一個月 那連戰武器 每次人家出國連戰 連戰都起個半死 不願意回答 因為馬英九直到連戰 不願意參加選舉 不願意被投票 那他就永遠都不動聲色說 請連主席來報名 請連主席登記 那連主席沒有辦法之後 連主席一怒之下 就推了王精品做代理 大家很記得 王精品就成為連戰的代理人 可是 王精品這位連戰的代理人 第一 黨員結構當中對他鼓勵 因為他公眾形象 當然打不過那個馬英九啊 所以 可是那場選舉 那個 國民黨很激烈啊 也有變化 也有初選 然後呢 在初選的前 在選舉投票的前一天晚上 所有的國民黨大佬 都站在王精品條件 全部 全部 只有 根本馬英九的場子裡面 沒有大佬 也沒有這些這個 重要的黨內的幹部 我還記得我妹妹她是黨員啊 我妹妹為什麼會成為國民黨員 是因為國民黨 當時叫她們入黨 可以送她們幸福忍獸 的這個 免費 她的保險 她自己跟我說的 所以請受成了黨員的 笑死人啊 我都沒有去登記 然後她就說 她說 她前天晚上問我 王精品跟那個馬英九 看起來王精品會當選嗎 因為她想投馬英九嘛 然後我說 欸王精品不會當選啊 她說真的嗎 我說黨員的那個民調 你看得出來啊 黨員沒有民調 可是黨員 有這個 有這個 基本民意 也就是基層的民意 大家反應出來都是如此 可是馬英九還是很緊張 因為沒有民調 他無法打這個球戰 所以 他 用金普聰 登廣告 受訪們的方式 把王精品打成黑金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他說 王精品是黑金的代表 所以王精品很恨他 但是王精品輸了 十九萬票 第二天開票 王精品輸了十九萬 這個對王精品的政治生涯來講 是非常被羞辱的一次 也就是因為這個 主席選舉 讓馬英九拿到了 2008年的總統的選舉門票 因為大家都知道 黨機器很重要 黨機器要在自己的手上 你才能夠掌控總統的提名權 吳敦毅也知道 所以吳敦毅在前年的黨主席選舉當中 卯足權勁拿下了黨主席的權力 那馬英九他之所以能夠這樣 是因為他有政治幕僚群 他有可以精準幫他做政治操作的重要的親信 比方金普總統大家都認為是如此 那接下來的黨內的初選 還有陳水扁 大家也記得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落選台北市長 那很多人叫他去選總統 可是他在黨內有兩年條款 不過那個時候民進黨也是有初選 那要登進初選 那陳水扁因為兩年條款 不能成為民進黨的初選的參選人 林義雄主席他發揮了主席的協調能力 去跟黨內溝通透過中植會 透過權貸會把兩年條款取消 讓陳水扁可以成為候選人 可以成為初選候選人 當時不是提名陳水扁的喔 是讓他成為候選人 因為民進黨還有挑戰者是許慶良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那如果那個時候陳水扁沒有總統的候選人的資格 就參選人的資格的話 那是不是有別的參選 不知道 因為兩千年的時候 陳水扁是黨內唯一的驚鴻 而且唯一的明星 那當林義雄主席幫陳水扁解了套 解了兩年條款 不能夠參選初選的這個團團之後 那許慶良還有登記參與初選 兩個人到最後是許慶良推出了 那陳水扁就成為了黨內的候選人 這個是秘密在目的這幾十年來的事實的故事 每一次初選都有他的前因後果嘛 那講到這裡大家會發現 黨主席很重要對不對 那後來呢 2008年馬英九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奈義的候選人 而且馬英九當選的氣勢很高 那民進黨當時是謝長廷跟蘇貞昌競爭 大家都知道其實民進黨很難選上 可是那個時候的黨主席是非常強勢的 陳水扁兼黨主席 總統兼黨主席 那陳水扁很厲害 他讓謝長廷跟蘇貞昌 廝殺的血肉人 大家記得吧 蘇貞昌燈廣告給謝長廷 然後雙方的分裂照銷 已經到了反過成熟的地步 可是謝長廷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陳水扁希望蘇貞昌贏 當時可能還有黨員投票 應該那個時候有黨員投票 那陳水扁希望蘇貞昌代表他 他又不敢點名蘇貞昌 沒有一個黨主席敢做這種 這個就是徵召某一個特別的候選人的 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紀錄 那所以呢他就開放來初選 沒想到蘇貞昌居然輸了 謝長廷很厲害 謝長廷經營黨員 謝長廷的選戰 是有他的一個基本的能力的 這個陳水扁想要叫蘇貞昌接班 這件事情沒有達到目的之後 謝長廷就成為候選人啊 可是謝長廷成為候選人 蘇貞昌就敗選之後 他曾經說 這個啊 我在等待一個熱帶慶選嗎 這個 然後再付出真臺嗎 他就到美國去了 沒想到被陳水扁強迫回來 參加做副輪統的候選人 我也記得 對他回來那天從美國回來 而且他的台風天 大家都曉到他的熱帶慶選 終於來了 是台風 那回來就常常陪 他常常陪 大人就 就大拜 那到了2012年 蔡英文總統 他因為是黨主席嘛 那那個時候的黨內的選舉 蘇貞昌也是有跟他競爭啊 對不對 可是他是黨主席嘛 當時的黨主席蔡英文 也沒有要徵召啊 也沒有要在初選上有任何意見啊 他們就競爭初選嘛 競爭這個民調 然後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們雙方發生了 在民調的對比民調上面 有什麼 蔡媽媽 因為民進黨的民調 有非常多題目的設計 唯一支持嘛 蔡英文唯一怎樣 然後這個 對手就要支持 怎麼馬英九 所以就是蔡媽媽 那雙方就打了一場民調戰 結果蔡英文總統 三通電話獲勝 三通 0.03 他獲勝 那蘇貞昂就接受了他的敗選 由蔡英文總統出任候選